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用這個FeederCode 這個 視訊編碼 的時候切成這個 H.264 然後用NVIDIA的那個 編碼器 如果出現失敗 無法使用 教你該怎麼處理 是這樣子 然後會分成兩三段 好 那這一篇的視頻解說 貼在U2的註解這邊 好點一下就到 這個圖文教學 這個頁面 這樣子 好 就到這邊來看一下 我跳下一段 好這邊 要說一下這個用這個 FeederCode 用那個H 264 1N N 那個N B 1N C 那個視訊編碼失敗的一個問題 我把它執行開來 好 執行 好讓大家看一下 不用這個 視訊檔開起來 然後用一個範例 開起來怎麼 在第2頁 用這個好了 紅花語 然後 我這邊 我現在要講的這段是這個 編碼設定 然後我 這邊 把視訊編碼切成這個 NVIDIA 的 這個 用NVIDIA的那個 GPU NVIDIA顯示卡上面它有一個GPU 用它的GPU來跑 那這畫面更新 更新率 GPU 720P有沒有 是沒有這個30的 它是不支援30的 我們把它切到29.97 這個我在其他的文章會說明 這個30是1080P才有的 好 那讓大家看一下 設好之後 關閉 編碼 它會出現失敗 會出現失敗 它的原因在哪裡 滑鼠右鍵 先把它 那個滑鼠左鍵點一下 它會變成那個 藍色的一個條 滑鼠右鍵 點一下編輯 不是編輯啊 開啟記錄 說錯了 我們點一下這個滑鼠右鍵然後開啟記錄 向下拉 它這邊會寫 最小的要求的那個 Driver 那個 那個 設備的那個 的版本 390.77 讓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那個 驅動版本 點擊開來 NVIDIA 的控制面板 說明 這裡有沒有 系統資訊 38 4.76 好 先到這裡 那我先要把它那個 升級一下 就先到這裡 把它 升級我現在的 現在時間嘛 2019年 10月29號 它最新版本 是到440 440 多 這樣子 好我現在要把它升級完 那就先解錄到這 這個 NVIDIA的這個顯示卡這個驅動要怎麼更新 假設 你沒有裝那個 Experience 那個 那個 主件 因為我是沒有裝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說 少一個就少一個 那就要用手動更新 那這個東西很簡單 這樣子 這邊是傳統控制台 到那個控制台 然後會有一個NVIDIA的控制面板 你點一下 好 點一下 它會 偵測 偵測一些你的電腦的那個 那個 硬體 的設備 然後它會開得比較慢 然後打開之後 這邊有一個說明 這裡 那個 我現在也是更新後了 這邊 技術資源 這個 你這個一點下去 就可以到 他的那個 網站 然後這邊有個驅動程式 就是個 那個GeForce還是 GeForce 是不是 我唸一下 G GeForce 對 GeForce 這個 然後就 這邊選一選 這樣子 好 譬如說 我的這張顯示卡 是這個 是這一個嗎 不是這個 這個叫做 裝置管理員 它叫裝置管理員 好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張 GTX1050 GTX1050 TI這個 好然後這邊 好這邊 第一個是選系列的 10開頭的 10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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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系列的意思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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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C 看錯 Series Series 系列 好 10 這個 那這個是 Notebook 是這個筆電的 這個是筆電的 這是這個 切一下 然後 10系列大概是這一些啦 GT系列是最多的 GT系列最多 好這邊 它這邊都是 那個GT的 這邊的 一整串的那個 有200到 到10 都是GT系列的 是最多的 然後後來 就是點一下 你的那個 GTX系列的 是這個 我看你顯示卡是什麼的 大概是這兩項選一選 那這個就是 Windows 10 64bit 因為現在都是要裝64位元 不管你 因為那個是記憶體的問題 你記憶體只要超過4G的 你的那個記憶體超過4G的 通通都要用64位元 要不然你後面裝了沒有用 像你用8G的或者是16G的記憶體 通通都要用64位元 那個是 記憶體的問題 記憶體你超過4G 你通通都要用64位元 要不然沒有用 那這個就是這邊 就是預設就好 這個是翻體中文 開始收縮 然後就是 點的就下載 然後下載回來 下載回來就是點擊這個安裝 安裝都中文 就看 都是中文 我就不解說了 節省時間 因為 這是沒有辦法 我開著 那個邊入 那個邊安裝的 因為他這個會把那個 就是會跟那個軟體去衝到 那個是 安裝程序的時候 其他東西是不能執行的 像驅動程式安裝 其他程式是不能執行的 還有顯示卡的 安裝也是不能 就是單獨你 就只能執行這個 還有什麼 大概是這兩個 就是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是不能去安裝 執行其他東西的 這會有衝突 好 那好了之後 版本 這邊可以看 系統資訊 這個 就可以換到這個 換到這個的時候 然後 然後我在跑的時候 我 切成 不管是這個 Stable 穩定板 或是 Beta Beta 這個 測試板 都可以 用 H264 的 NV 這個 Encode Encode 的這個 編碼器 好來 來用這樣子 都可以 跑 這樣子 可以切成這個 可以跑 但是不用太開心 因為我剛才測試過 它這個不是用 用來轉 那個 做影音轉檔的 它這個東西是偏向是在那個 那個 遊戲直播 然後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切成這個 然後就可以按邊 好 就可以跑了 因為我節省時間 我就 不再解說這個跑的 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是 那個錄製在跑 然後這邊又跑一個磚 那個是非常 那個 會衝到 好 會衝到 所以說我沒有辦法 那個 直接按這個 示範給大家看 好 因為錄製跟那個 影音轉碼這個是非常吃重那個支援的 那個計算 運行 計算的支援 你就是點著 好 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 我這邊 有做了那個 好 做了比較 做比較 這個東西有沒有 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做比較 你一定要做比較 是差異在哪裡 我到底的差異 差異的範圍在哪裡 我用了 這個 我同樣的東西喔 我同樣的東西喔 比如說這個紅花語 我同樣用這個壓 還有這個壓 還有這個壓 我用三種 原本的264的預設 跟 NV Encode Encode 的這個 NV Encode 這個 做比較喔 那接下來他會出現 他的 就是比較之後就讓看一下這個圖 有沒有 他的時間沒有說他壓的時間是比較短 但是他的容量很大 166MB 但是我用預設的H264只有73.5 他將近多了一倍 是這樣子 好 這個你一定要比較喔 你不是說你用了這個東西 好像 就可以 這是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做比較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要用 這個 這個 我不應該把他關起來 你在弄的時候你 你做這個編碼壓制 那個 編碼器 你要做這個比較跟 這個比較跟這個 壓出來的他的那個 第一個是畫質嘛 再來是容量 不能說你只求那個速度 壓制速度 這是不可以的 這是不可以的 這樣子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我壓制我記得是 我壓的是這個 你看容量就知道這邊有容量 好 我點擊開來讓大家看一下他有一些參數不見了 那個 H264的那個參數沒有 那個版本看不到 他用他的那個 就是說 他用那個編碼器 不曉得是什麼版本 但是 這個就是用 預設的 這個就是用預設這個 H264的 就是 這個 Record 的 預設的 73.4 讓大家看一下 好 有沒有 這裡 他會出現版本 你用什麼核心 X264的 X264的 Core 157這個 然後 你使用的參數 這兩個會在 那這差別在這 然後這個是什麼 一看 這個是 那個 也一樣我又再壓一次 我會覺得奇怪 怎麼容量那麼大 好這個是再壓一次 看一下 165 那這個是使用 H265的 NvCode 那個 NvEncode 那個壓的 也一樣沒有參數 這個是H265的 他沒有那個版本 有沒有 HEVC 就是H265 就是HVC 這是一樣的 那個 就是H264的 那個下一個版本 但是我們現在普遍都是壓 264 因為264的相容性比較高 大部分的播放器 通通都支援 是這樣子 那H265 是 那個 下一代的那個 那個編碼器 是這樣子 好 這邊 那我這邊講一下 他這個是 他的用法是用在說 他的這個 他這有一點不太一樣的用法 他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 NvEncode 這個 他的用法是用在那個 即時錄製 即時錄製 比如說直播的時候 邊玩遊戲邊錄製嘛 他要趕快把那個畫面壓制 然後要趕快的輸出 才不會去卡住 是這樣子 所以說他求的是那個 那個畫質跟速度 所以容量會比較大 是這樣子 他的用途是在這裡 但是 我這邊有寫 他不適合用在這個 二轉壓制 跟DVD壓制 跟Blueway壓制 我們這個 這個Vcode 用這個Vcode 這個 他是要用 我們那個二轉壓制嘛 就是壓制別人的影片跟 DVD壓制跟 Blueway壓制嘛 這三項 我們是以高壓為主 就是 畫面有沒有 不是失真的太嚴重 畫面還不錯 你不可能啦 譬如說 Blueway嘛 他的30GB 他就注意 他是有的時候 20GB 你把他展到剩下 2GB 大概是10倍左右的差距 你要畫質要非常好 這很困難 但是我們是以加 就是畫質加 還算不錯 我們能接受 這樣就可以了 那DVD也一樣 DVD的畫質是 4GB嘛 那我們一樣 看是你要展一半 我現在看了那個DVD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 一個小時的影片他壓4GB嘛 DVD的 把大概壓制在1.5左右 就是展剩下1.5GB左右 那個畫質就算 還不錯 還可以 就是展大概剩下 5分之2左右的那個 我看一下4除以1.5 大概 那個 剩下 4分之 2.6左右 就是 那個4GB 因為 DVD大概就是4GB的容量嘛 他的 把它壓成大概1.5左右 到2GB 那個畫質就算加 就還不錯 然後 要求是容量要低 容量要低 因為我們壓制影片的作用就是在斬容量 我們要把容量斬低 然後畫質要加 這是 這是 我們高壓的 我們高壓的目的 就是求這兩個 然後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是用預設的喔 預設的是73.4 然後這個是使用那個 這個是使用這個的 他的這個用法是不一樣的 兩者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說我這個是放棄 因為我主要是用來做 這個 Vcoder 他主要是用來做 二轉重壓跟 DVD壓制跟 Bluet壓制 這三項 那所以說 我最後的判斷是用 預設的 H264 X264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切成 265 切成265 你也可以切成265 好這樣子 264或265 這樣子 那在 上一段嘛 因為我在最前面的那個視頻有說我大概會分成兩三段 切成兩段段來說 做這一段的 說明 在上一段有說明畫面 更新率 那我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 他有中文解釋 你看一下 你移到上面 他會有中文解釋 他會以最大的那個 他這個不是固定嗎 那個畫面 畫面更新率的 這個 FPS的意思 用30就可以 就是他預設就可以了 他預設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動了 他會自動的去抓那個最高的那個畫面的 率 然後把他 用那個最高的畫面那個率 他不是固定用30的 這不一樣 這選項不一樣 那關於這個 視訊的這個 這邊的設置 我會另外開一篇 做說明 做說明 這一篇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參數 跟預設的這個參數的差異 我到底要不要用這個 編碼器 那我最後的判斷是我不要用這個編碼器 因為他這個是屬 屬於那個直播在用的 就是 邊玩遊戲 邊錄製的那一種的 要趕快把畫面輸出 才不會卡住 就是即時錄製的 那我們用二轉重壓 DVD壓制跟不入的壓制 這三個 我們是以高壓為主 然後 那個 要畫質加 容量低 所以說兩者需求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在 使用這個 Recorder 壓 做這三種壓制的時候 我們是用預設的 看你是要用264也好 或者是用265 都可以 都可以 是這樣子 好 那這段的視頻就解釋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 我這邊忘了說那個 假設 你要 那個 Donate資金或小額贊助 在YouTube的 那個 註解這邊 有一個 這個連結 Donate 跟贊助 的連結 OK Donate資金跟小額贊助 那也可以 點一下訂閱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